大家好 我是艾佛瑞 今天 10月15號 就跟了一群 同事好朋友 算說這組合也是 蠻奇怪的 有上司跟下屬的關係 還有 類似設備跟製程 平保跟產品 反正就是比較對立面的 兩個單位的人 然後 有一群人就成為好朋友 就一起出去玩 今天我們是去基隆宇 是早上 我們總共七個人 大家 感覺不錯吧 聊天所以原本想說要開兩台車 可是 在車上的時光也是一個 好聊天的時間 所以我們是有去租一台 九人坐的車 艾佛瑞習慣是跟 小馬租車租 艾佛瑞其實出去玩 租車的經驗也不少 可是 在台灣 小馬租車 給艾佛瑞的感覺就比較 阿沙利 然後比較透明 簡單 然後他在新竹的話 是高鐵站旁邊就有 然後什麼車型都有 之前也有租八人座 那這次是租九人座 之前租八人座的話都是 HONDAI的STARREX 然後這次租九人座 也是現代HONDAI的STARIA 那STARIA就 比較新喔 那九人座跟八人座的車 就差在 前面主駕跟副駕中間 有沒有 推多一個位置 不過 正常九人座的話 中間那個位置 坐起來也滿 不舒服的吧 所以 也不要想 這次 坐的車都滿大 坐起來都滿舒服的 這兩台車都是柴油的啦 然後車價一天 艾佛瑞是習慣前一天 晚上租 然後隔天晚上還 新竹小馬租車的 關門時間是七點半 所以艾佛瑞習慣是七點半 前一天晚上去拿車 然後車停附近 然後隔天一早 像今天早上是六點半出發 晚上七點半還車這樣 那租金是 五千三 加 六百塊的保險 對啊 免致付的保險 五千九 嗯 便宜是不便宜啦 可是 一群人其實很難 湊到時間一起出去玩 我自己是覺得還滿值得的 那車子開起來 阿佛瑞也滿喜歡開不一樣的車 然後 因為之前也有在美國開過全尺寸SUV 所以開這個大車 對艾佛瑞來說是沒什麼困擾 那今天是去基隆嶼嘛 那基隆嶼的話 這次是參加早上九點出發的船 那我們是參加三合一的行程 是登島環島跟 跟爬那個山吧 對啊 它三合一跟四合一好像就差在會不會繞去橡筆岩 嗯 我是覺得 其實這種地方 能看的地方 能看的東西就這樣吧 比如說這個岩石像狗啊 像龍啊 像老鷹啊 像劍龍啊 之類的 像海邊的岩石 差不多就是看這些 我是沒什麼特別興趣啦 因為你說像什麼就像什麼 然後當然是要有一點想像力囉 嗯 我是覺得這種看什麼像什麼行程 我是沒什麼特別興趣 然後就 三合一 搭船的話 船程大概20分鐘 那也不會很晃 那船的話 它好像是連營的性質啊 所以你會到什麼船也不太一樣 這次艾佛瑞是搭到玉龍66號 嗯 船 船 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可是好像也看到有其他更新的船 所以也不好說 那這也不是重點啊 畢竟20分鐘而已 船的話還好 那導遊的話 在船上都會有講解啊 然後去的時候 艾佛瑞坐在 外面船體側邊 就是因為它這艘船也有 也有接夜調 跟海調的 活的工作啊 所以它旁邊有 椅子可以坐 第一去塵坐旁邊的話 完全是聽不到導遊講解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可能是坐室內或是二樓吧 那講解 也 反正每次出去聽這些講解 也都是當下你覺得 嗯好棒 可是回來也都不太記得 所以也不是太重要啦 可能會為你的旅程增添一點 樂趣吧 對啊 然後 然後 到 船程20分鐘到島上以後 就簡單還個島 然後島有簡單介紹一下 島上的植物啊 花啊 然後 然後 海巡速 喔 反正就很簡單介紹大家的地理環境啊 對 然後還有登島 登島環島完以後就去爬 那個730公 距離730公尺的山 那 因為這邊的 基隆雨它 它 真的是 地是蠻 陡峭的吧 所以它的 站道沒有辦法修得很寬 它類似 它是沿著 零線上去嘛 所以它 後面很多段是類似 一個人過 大概只有一個 一個人多一點點的空間過 1.2吧 所以你如果有教會的話 要 測身過 嗯 蠻 累的吧 蠻 蠻煩的啦 對 那島上沒有 因為它都是岩石的 所以它沒有什麼樹 所以沒什麼遮蔽 那 就 愛佛洛瑞9月去的話 我就覺得 天氣還算適中啦 大海洋雖然大 可是也不礙事 也不會難過 啊 登上去 當然 登高望遠一定都不錯啊 那登塔是沒在用啊 只是它是一個地標 就是拍拍照 可是愛佛洛瑞比較喜歡的點 是它可以遠眺基隆港 那基隆港 就可以看到很多 大型的吊背 器械啊 就 嗯 蠻有感覺的啊 看台灣島還蠻有感覺 嗯 整個行程 大概 9點10分去 那大概到1點回來 回到暗 避鎖魚港 大概4小時 呃 不知道耶 艾佛洛瑞就覺得很想睡覺 所以 走路的話是還好啦 井也都不錯 嗯 然後 環島的話 坐船環島的話 比較印象就是它 因為它是一個 基隆雨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類似 你就把它想像成是劍龍吧 它是有一個很 一道很明顯的零線 然後它 據島友所說 那條零線會 它 在島上結束後 不是就結束 它是往下走到 海 海平面底下 然後再繼續延伸到 台灣這樣 那 那環島的部分 有一部分 有一次的經驗蠻酷 因為 一開始就是很平靜嘛 然後島友說 我們就是要快到 海底的山脈上面 那就快到了 還沒到啊 然後封面很平靜 就海面沒什麼波浪 然後一到 過沒多久 就說 到了 零線 海底山脈的零線上面 我開始 波濤洶湧 就是海浪真的是 很大 然後起伏也很 劇烈 然後就過了一陣子 又沒有了 就 感覺還蠻 特別的 就經過一段海域以後 就 惡劣了 然後過一段又沒了 然後是說 因為下面是零線 所以海浪在那邊 漲潮退潮在那邊 等於是 流動的時候 比較劇烈 那其他的部分 就 沒什麼特別 然後回程的時候 是有提供鮮魚湯 其他人是說蠻好喝的 可是 艾伏會 朋友跟本人都沒有喝 所以就 也不知道 滋味如何 結束這行程 原本是要去 同行 朋友說要去 龜猴吃海鮮 可後來發現 開車要40分鐘太遠 然後 到了 必殺魚港已經點了 就覺得有點晚 所以就在必殺魚港旁邊吃了一家 魚品 魚品萱 魚是三天水一個魚 品是三個口 阿萱是車乾萱 嗯 是也不錯啦 可是味道 也沒什麼記憶點 這隻是吃了那個 黃金蟹 就是麵包蟹阿 沒有吃到三點蟹 因為 童團會 點 海鮮的是覺得那個有點貴 他的大花蟹 100克要250塊 一斤的話 就要1500塊 然後三點蟹是200塊 不太便宜 雖然現在是吃蟹的季節 然後 東北角這邊就是萬里蟹 對啊 所以就 嗯 簡單吃一下就 去旁邊 吃完以後就去旁邊的 和平島地質公園 玩 然後這個公園門票是120啦 艾弗瑞是沒有來過 聽說 也蠻久來的 蠻有名的 然後 比較特別的 感覺是 它有一個 海水的泳池吧 開放式的 水深是200 我碰不到底 嗯 就是海水泳池 蠻特別的 艾弗瑞 此生沒有看過類似的設施 然後也蠻有 就蠻有趣的啊 就很多人在那邊海湧 然後有服具這樣 那 看繞了一圈 一個小時 它好像 呃 4月到9月有一個阿拉寶灣的 阿拉寶灣的 阿拉寶灣的導覽 啊 現在10月嘛沒有 那看起來蠻有趣的 那整體來說 如果不下水的話 這個門票 120塊 我是覺得有點貴 對了 剛剛說的基隆雨 好像是 今年才開放的 然後它開放的時間是 4月份到 10月份 阿這個月結束以後就沒了 因為再下來就 東北季風了嘛 然後 和平島地磁公園 也可以看到基隆島 這個 剛剛去的地方 現在看到也是 蠻酷的 那玩完和平島以後 看看時間已經4點多 然後7點半要殺到 新竹香瓦竹車還車 呃 雖然 覺得不會塞啦 可是還是 給那個 假日收假的交通 一點respect 所以就還是 原本要去廟口夜市走走 可是後來還是 毅然決然 多一個小時的buffer 就 直接殺回祖北 然後 果然是 新的 體驗啦 因為平常不會在 假日走 南下這一段 沿路也是一直塞 4點 4點從和平 4點20從和平島 地磁公園出發 到 竹匪已經 差不多快7點 那 還車後 然後 小毛駐聲音 阿沙里 他 簡單檢查以後 滿足滿環 就 結束了今天 今天這樣玩 感覺不錯 就 有爬到山 也不會太累 然後 有看到海 天 然後天氣很好 就心情也是我放鬆到 和平島公園也沒去過 所以去走走 嗯 今天整體來說還蠻開心的 謝謝大家 今天就先這樣 掰掰